知名音乐人刘家昌之子刘子谦 昨日写新专辑都是暗线深北京 虽然之前被传音抢歌与萧敬腾交恶 但萧敬腾还与陈妍兮桃哲一起 刻意通过VCR为其八片送上祝福 并大赞刘子谦是有才华且努力的音乐人 问及交恶说刘子谦透露只是误会 两人是好朋友 前不久刘子谦曾出现在某相亲节目中 作为男嘉宾出现为自己争婚 现场主持人还拿此事调侃 当记者问及为何还没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时 刘子谦成 我也不知道可能缘分还没到 对这个可能方式不对 这个我自己会去好好检讨一下 顶着刘家昌之子出道的刘子谦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靠霸足 尤其是在上一张专辑中翻唱老霸的成名曲 歌唱这样的呼声更为强烈 而为此刘子谦沉寂两年时间潜心创作 终于日前推出全创作专辑都是爱 声告撇清靠霸足称号 在发布会现场 刘子谦演唱了两首新专辑的歌曲 一首都是爱 另一首怕想起你更是自弹自唱 你的存在 你的对白 我就在这里等待 爱 我想着你 在身边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